音樂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軒 我現在仍在澎湖 那我今天的交通工具是 那我今天要搭乘這個公車 它是台灣好行的 媽公北環線 一路上都會經過蠻多澎湖的熱門景點 然後台灣好行他的時程表都寫得很清楚 那馬公總站他是每天早上的8點40分 會準時從這邊出發 感覺今天會過得蠻充實的 會一次去很多個景點 我現在到了我們的第一站 就是通糧古龍 然後這邊超多阿伯阿嬤在這裡 我都不知道我要怎麼去拍照 剛剛水車島有說澎湖這裡中秋節過後 東北季風就會開始逐漸增強 每到12月的時候這邊的人呢 就開始每一天都愛過颱風天 就跟我去年一樣 這裡蠻漂亮的 但是風好大 整個被吹了跟蕭波一樣 所以很難拍出那種光美照 你跑出池以後你再也不用擔心 鼻子會多鼻了啊 我現在躲到這個裡面就不會有風 剛導遊說因為我們出門在外 如果曬太陽最曬最曬的地方 第一個會脫皮的地方就是鼻子 所以他叫我們每個人呢 都在一片葉子放在鼻子上面 我覺得長得好像五尾熊喔 我們現在到的這個地方是漁翁燈塔 我覺得導遊他超級認真在解說 他從我們一上車的那一刻 整個路途他從頭講到 我從來沒有停過耶 我覺得很厲害 喔 掉了 我們現在一出去就會經歷強風襲擊喔 桐梧好行的行程呢 他就是會從馬公市區廚房 一直到白沙然後再到西域鄉 中間會有幾個住民景點會停留20分鐘 有一兩個景點會停留一個小時 一直就在繞回馬公市區 繞回去大概是下午兩三天 好的這一站我們到了西域西台博物館 這邊有個遊客中心 然後它的博物館是要買門票進去的 那如果你拿澎湖好行的這張票的話 你到櫃檯買票就是算團體票 團體票會比個人票再便宜5塊 那如果是平日的話也會比假日再便宜5塊 欸這邊有回音欸 嗨 而且一層又一層好裡面喔 這邊啊它以前是一級古籍 但是因為後來文化資產保護房修訂的關係 所以所有的一級古籍都變成國定古籍 我剛剛偷查的背很久 它這個樓梯啊只坐一半其實是有原理的 因為它樓梯如果坐下來的話 它就會佔了這個空間 那如果佔空間的話 虎妖就會放的比較少 所以讓樓梯才坐一半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剛剛導遊偷偷跟我講的 哇這個地方真的是好像迷宮喔 超長而且很多層欸 然後外面長這樣 喔看到泡台了在那裡 這次是我第三次來澎湖的 然後第一次我是去當保姆 然後第二次是去工作 然後還被困在奇美島三天 所以其實澎湖本島超多地方我都沒有去過 然後我這一次我就覺得我一天來了好多地方喔 我最大的意思就是說 以前的年代裡面啊 大鐵啊往往犧牲自己的青春 父母親都不在了 那弟弟妹妹又年紀又小 所以四書五經讀透透 台灣話說對不對 你飽讀四書啊 這意思對不對 四書五經讀透透 他這邊還有很多可以借的衣服 還有一個全身鏡 還有一個全身鏡 別人的比較大我們家的比較小 你明白嗎 好 我們台灣好行的導遊 實在是太早了 剛剛他在那個學堂裡面一講 別團的人都跟著一起聚過來聽得精進的味 這個垃圾桶好可愛喔 他還有設一個就是放煙蒂的耶 油痛也很可愛 我們的導遊真的很早 他從頭到尾就是成為其他團的焦點 我覺得二盤聚錄雖然有點觀光啦 但是其實還蠻有風味的 就是很多小店家 其實這次來就是覺得 跟我前兩次看到的澎湖完全不一樣 我們現在來吃西語最有名的小寡麵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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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那是鯨魚洞 太可怕了 網美不要來這裡 網美你們不適合這裡 導遊說現在九月這邊 東北季風已經漸漸越來越強 如果十月來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就是滿地的 白白的很像雪花的東西 然後曾經有人就是覺得很驚奇 然後竟然會下雪 然後就把那個照片補上 造成空洞 然後後來才發現原來就是 海浪打上來的泡沫 我們現在最後一站而來到 最古名的化海大橋 可是現在這邊 我們在行風 而且這邊風也很大 所以也不能停留太久 我三次來澎湖都是在不同的季節 第一次是夏天 第二次是冬天 然後現在是秋天 然後每次來的感受都完全不一樣 然後我覺得台灣好行呢 它超級適合長輩的 就是你就直接把長輩帶著 就丟上車 反正導遊從頭到尾都會講解 我覺得導遊是整趟旅程的精華 因為它從一上車就開始一全程 都在講 然後講到下車 我覺得它很厲害 然後它都會把大家照顧得很好 那澎湖好行呢 它其實還有不同的路線 我今天參加這個是旺季的路線 它之後呢也會出淡季路線 那我都會把鄉親的資訊 還有怎麼樣買票之類的 都放在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現在風還是蠻大的 雖然回到市區了 但是風還是蠻大的 好啦謝謝你收看這支影片囉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按一個大拇指 那如果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的人呢 也可以按訂閱跟小鈴鐺 那你也可以去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裡面呢會分享很多 我這次在澎湖一些圖文照片 還有PO一些我的生活日常 我是影片下期見 掰掰 我們美少女 來 謝謝 你們兩個齁 我給你幫忙我出來 這個叫島地嶺 華人的世界啊 一山七九代表多代表大代表 無限代表永遠 這三也是大的意思多的意思 希望各位把心留在澎湖 所以鄭重給各位這個代表澎湖的心動 你是你有些也有些烹飪的經典 要記得再來捧我玩吧 好